大家好,我是YouTube频道热门娱乐新闻163的主持人 很高兴再次见到您 订阅频道,这样您就不会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这是今天的新闻 粉丝无语 去年歌曲冲上热搜来挡枪 路人,不知道王一博怕黑 最近娱乐圈可真是迎来了少有的动荡 与此前的小打小闹不同 这一次的事情牵连甚广 不断有词条被压下 也不断有新的词条被创建 一群考工的,考编的学子不停地在社交平台上发声 希望能够得到一个公道 只不过,他们所期盼的公道没有出现 应该出来给大家回应的那个人也没有出现 有的只是在热搜上不断上线的各家明星们 比如并交了一天的陈晓 晒了一天腹肌的无垒 缝合了一天眼睛的杨幂 平台粉丝数不灵不整的肖战 喊了一天姐姐的周杰伦 内鱼从未有如此百花齐放的盛况 甚至于一些从前从未上过热搜的艺人 譬如高禄都有幸被举上了热搜 好事的网友们也开始细数 究竟有哪些艺人有此殊荣 能够在这个稽固眼上被人看上 买上热搜 原本这件事情 那是万家避之不及的存在 谁都不想沾上 但对于王一博粉丝来说 风平浪静了一天之后 在夜间 王一博一首去年的新曲 青春的模样 因为人民文娱的发布而上了热搜 谁看了不说一句无语 如果王一博真的是在这时节发布了一首 新歌倒也罢了 问题是这首歌的发布时间是在去年 就算这是一首与官方合作的正能量歌曲 也不会炒起冷饭 在这个稽固眼上上热搜 一个艺人上热搜无非就是那么几个情况 第一 粉丝太给力 讨论太激烈而上热搜 王一博这首曲子已经是就曲了 粉丝们对于人民文娱 也仅仅只是简单地转评赞 远远没有达到能够落上热搜的程度 第二 艺人或者工作是为了宣传而自己花钱买的 这几天的新闻大事谁没看过 王一博只要没被天气热地冲昏了头脑 就不会花这冤枉钱给自己买一个去年的作品热搜 第三 有心之人为了挡枪故意将这一次话题送上热搜 原本所有人都不会有着想法的 但是从白天的情况来看 基本是垂了 从各位艺人的眼睛 后脑勺 演唱会 腿 粉丝术 气质 性格 一些有的没的话题在热搜上久居不下 而大众最关心的一些词条在热搜上消失不见时 网友就知道这些莫名其妙的热搜是怎么回事了 大家也亲切地将这些被拉出来挡枪的艺人 称为大冤种 轮流值班的苦孩子 虽然王一博进入娱乐圈的时间不算短 那论起背景来说 他是真没有 虽然有个魂不灵的外号叫乐华太子 但谁不知道他从韩国回来之后坐了多久的冷板凳 连个人舞台都要与公司艺人分享 接个商务代言都要拉公司艺人 让他们薅个大事做作的 要不是如今在娱乐圈稍微混出个名堂来了 前几天杜华拉着一群艺人在那里买面膜的人中 恐怕就有王一博一份了 所以啊 王一博凭着去年的一首曲子被拉出来挡枪 粉丝们也着实无可纳合 毕竟皮肤汗大树 只不过 不要让他晚上上热搜巴 毕竟这孩子是出了名的怕黑呀 晚上值班 粉丝们都怕他下着